我觉得中国未来的设计是会往上跟往下的 往上中国设计会越来越国际化 我的国际化并不是说它的风格形式会跟纽约一样 伦敦一样 而是说它思考的范畴就会越来越宽广 越来越回到一种整体的一种文化的补食的价值 那往下是它会越来越接地气 客户的存在他们的需求跟经验会越来越被重视 所以这种往上往下 我觉得可以让中国的空间文化 居住文化 越来越成熟到 其实我现在已经认为在某些范畴里面 中国的生活居住的空间所发展出来的品质 跟它所累积出来的经验 已经不会比其他的城市跟其他的国家有那么明显的差异了 甚至在某些部分我会认为我们会更好一点